11月6日 蔚来之路全球绿色骑行活动在四川成都温江区启动 近200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通过骑行倡导环保低碳生活方式 而此次骑行活动也作为2013中国马术节的预热活动 向世人传递绿色温江马到成功的主题 蔚来之路全球绿色骑行活动由上海电视台第一财经频道 与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共同主办 世界自然基金会是本次活动的公益合作伙伴 活动选取北京 广州 上海 新加坡 伦敦 巴黎 纽约等全球20余个城市 将组织4000余名自行车爱好者通过骑行倡导健康生活方式 践行绿色环保理念 估计完成骑行路程20余万公里 温江作为国家体育产业基地 目前已建成自行车骑行率到200余公里 是体育总局命名的国家健身步道示范工程 当天温江站的活动是本次活动的首站 200人的骑行队伍分成三个方阵 沿2013中国马术节举办地的地标路段向金马湖公园骑行 经过40余分钟的骑行 200名骑手完成了10公里的行程 并在终点背景板上签名留念 据悉 温江站活动还将推选出绿色骑行大使 参加年底在上海总站举行的骑行活动 这一段时间下发速 бер分枕 约2山方卻 2山坡 9山坡 12山坡 7山坡